大家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 英文啟讀 呃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reddit 我覺得這一個帖啊 非常非常有意思 因為我也覺得我學到一點有趣的東西 他這裡說的是 What style have you always admired but never thought you could pull off 嗯 哪一種風格 是你一直都很喜歡 很欽佩 很 admired 可是你自己卻沒有辦法來 pull off 什麼是 pull off 啊 pull一般來說是拉 那 off 難道是把它拉掉嗎 這不是不可能 假設你身上有貼個那種 ok 棒 然後你知道4 ok 棒很痛對不對 所以 it's like peeling off a bandaid pulling off a bandaid 所以是可以用在這樣的地方 可是也有在另外一個層面上的使用就是說 你能不能成功達成什麼事情 所以要是你今天有一個特別的什麼伎倆 特別的什麼招式 You can pull off a trick ok so that's a trick I can certainly pull off 這是一個我能夠成功達到做到辦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裡再說了這個pull off 我們就把它理解為辦到好了 能夠做得到辦得到 所以什麼style是你喜歡欽佩 可是卻認為你自己沒有辦法來辦到的 我個人就覺得如果留個旁客頭當然是不行的 所以我的人生中大概什麼髮型都試過了 我大概沒試過就龐客頭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是龐客頭的話就不能看這樣子 那我個人也覺得如果說留瀏海之類的話 留一些bang的話 我也會覺得那應該蠻難看的 所以 That's probably something I will never pull off I cannot pull off 好 我們看這reddit上面的 這回應的多半是女性同胞了 因為這個是問女生的版嘛 那我們看什麼樣的style 是有很多女生覺得自己沒有辦法pull off的呢 那你也可以想想你有沒有辦法 So let's have a look 第一個 這個人說他不能pull off的是crop tops 什麼是crop top 好crop這個字齁 叫做裁剪裁切 那top你知道就是上半身 所以就是那種露肚子的那種 就叫做crop top其實 OK 那像運動內衣之類的 那內衣叫bra你知道 所以bra top的話就是那種運動內衣這樣子 所以crop top是 那還有一種東西叫crop pants 褲子 就是我們講的七分褲啊幾分褲 那他感覺又被裁剪掉 所以crop pants也是有這樣的一個 好 寫給你看 OK crop crop pants 好像應該要加個 ED在裡面 我確認一下 OK 如果我就只找crop pants的話 要加個 對 因為他是有被遮這樣子的 所以crop pants 那看一下圖片 OK crop pants 那我就很好奇了 那難道 那難道 衣服不用 不用寫成 cropped top嗎 cropped top 好像不用欸 所以你看 英文也有這樣的一個 蠻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cropped pants 需要加一個PED 那 cropped top 就不需要 有點過分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啦 我不想去考究他的 所以這個女生說的是 她沒有辦法pull off crop tops 看一下怎麼描述的 I have narrow hips small boobs and big round stomach I just look like Winnie the Pooh 還蠻好笑的 所以 narrow hips hips就是那個 髖關節的部分 髖關節很小 髖部很小 small boobs 內內很小 and big round stomach 然後又很大又很圓的肚子 她會看起來很像小熊維尼 所以她說不行 OK 下面的回應我們看一下 OK but this is also a very cute aesthetic 所以好啦OK啦 可是這也是一個看起來很 很可愛的美感囉 所以這裡有個詞 我們認識一下是 aesthetic OK 就美感 美觀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這第一個 她認為她沒有辦法pull off cropped top 你有辦法嗎 台灣很多女生是可以的 下一個她說她不能夠pull off的是 buzz card buzz card是什麼呢 我已經先找給你看了 buzz card 尤其我來強調這buzz card的女生 真的不是光頭齁 我認為buzz card是有一點點長度的 所以大概下面這一個可能會比較好 這個比較像buzz card 好 所以buzz card some women look so pretty and it seems so low maintenance 所以有女生看起來那麼漂亮 而且呢 看起來好像就是你知道 很容易去維護她 所以我們有時候講說 這個女生 什麼東西都要吃貴的用好的之類的 high maintenance 我相信這個詞 很多人會其實 ok high maintenance 所以要是你是一個buzz card的話 自己可能用一個剃毛巾弄一弄 甚至你去剃腿毛巾的那個 你自己可能露露頭髮 that looks low maintenance right? but I can't see myself looking good with anything shorter than a long bob 但她就沒辦法想像她自己 就看起來是很棒的 with anything shorter than 所以任何比這個東西還短的呢 她就沒辦法想像她自己是 是好看的 ok? anything shorter than a long bob 那什麼是long bob啊 長的鮑勃 bub是不是跟男子民嗎 找給你看什麼是long bob 所以long bob大概就是 還有一些這個中文的報導 包伯頭 所以 它的意思大概就是 我們看一下這個中文的描述 其實也就夠了 長包伯頭髮型就是長度在靠近肩膀的過度其長度 然後用捲度讓頭髮微彎 所以靠近肩膀的過度其長度 so you don't have long hair you have a long bob ok? 所以long bob的話 如果找圖片 照片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樣的概念大概就是long bob cool 所以這個女生說 只要是 比long bob還要短的話 她就不行 fine ok 好下一個 這邊已經兩個了 ok carry on 這個我覺得不錯 這個我也學到點東西 因為我對這個事實上也是還不太熟的 她說的是bodycon dresses 什麼是bodycon what the hell 我只聽過 I don't know 那個叫什麼東西來著 呃 呃 呃 cosplay 他們叫什麼 animecon 不對 那個con我一般理解是conference 你知道 ok 像那個 魔獸世界那家公司叫做暴雪 他們就會開blizzcon blizzcon blizzcon就是blizzardconference 這樣子 ok comicon想了半天 ok 所以 comicon就是那個動漫展之類的 ok comicon 好所以 那什麼是bodycon 我還以為就是 什麼那種conference的其中一種 後來是要不是 所以bodycon是什麼東西呢 body conscious 那什麼是body conscious 這個conscious是有意識的 所以我們現在常會講說什麼什麼conscious 如果說我是一個對於價錢很敏感的人 那我當然可以說我是price sensitive 那我也可以說我是price conscious I'm a price conscious shopper 所以簡單說我chef啦 搞半天 ok 所以什麼conscious對什麼東西特別敏感 有意識的 所以什麼叫做body conscious 就是這些衣服會讓你意識到你穿起來身材其實是不好看的 所以我如果找body conscious的dress給你看的話 大概就會是 我可以把剛剛的一些刪掉 對不起 這樣看起來比較利落一點點 好 bodycon 你看這邊一個形容詞 relating to or denoting a very tight-fitting style of clothing 所以很緊身的衣服 就會讓你意識到你身體的形態並不好看 或者特別好看也不一定 所以這個叫做bodycon 那我如果找圖片的話呢 就會出現像這種衣服就是很bodycon的 ok 這邊自己講應該夠 我點圖片給你看好了 所以這些衣服就是bodycon 貼身的衣服 所以tight-fitting也不是錯 ok 如果你這個把bodycon改成了這個tight-fitting的話 也是可以的 緊身的衣服 那他這邊用bodycon dresses sure so no matter what size I am I have hip dips and love handles 所以無論是什麼樣尺寸的衣服 或者應該說no matter what size I am 不管我現在是什麼樣尺寸 就不管我吃胖一點或持瘦一點 他都有一些hip dips 所以他在這個一樣 剛剛的寬的部分他會dip下去 所以也就是說他寬小小不好看 以及他有love handle love handle就是什麼東西呢 你腰圍上的那個三層肉 就 其實男生比較多齁 就兩個人在抱在一起的時候 女生可能可以繞過你的腰然後抓到一團肉有沒有 ah that's a love handle 這個handle是把手 所以那個愛的把手在你的腰上 所以這個人說他有love handle cool ok 那他很誇張的是他曾經 極瘦跟極胖過大概是 I've been a size 4 through a size 16 他曾經是4號 4尺寸到16尺寸 我都想像不到這是什麼狀態 好anyway 然後他也曾經musculate 也slim也chubby過 但總之他的身形就是他有hip dip 然後他有love handle 所以他看起來就不好看 然後他說他脖子太長了 什麼是脖子 趨幹 所以脖子又太長 所以總之穿著一些body count的衣服的話 對他來說都是不行的 好酷 這個ok 再看下一個 truth oh never mind 好這個在搞笑的 這不管 下一個 anything oversize 所以對這個人來說 好我好像少點到一個 好沒關係我們再看下來 所以這邊有一個 I like the stereotypical french woman look very natural and minimalistic but so on point 好這裡解釋一下下 他很喜歡典型的 法式女生的一些樣貌 the stereotypical就是 刻板印象上 stereotypical french woman woman look 所以法國女人的look 很natural 很minimalistic 這個詞我們要會 就是非常的極簡風 所以minimalist 就極簡風 那形容詞 minimalistic 但是呢 非常的on point 我們講on point 就是很到位 所以這個片語很 學起來很棒 很到位 ok so if something is on point cool 還有fleek這個字其實也是 據我知道的 ok fleek 也是說你 什麼東西很到位的概念 這樣子 好所以他沒有這個技巧 來pull that off 他自己辦不到 fine 沒有信心那就算了 下一個說的是任何 過大的 像很多你穿過大的一些T-shirt 或之類的 男生的襯衫啊 或什麼的 so anything oversize 他沒有辦法 so I feel like I just look frumpy 所以這裡一個詞也是 我自己本身先前不會的 frumpy 然後找了一下下 frumpy是什麼呢 frumpy這裡說的是 他把它翻譯成 暴躁 ok 但如果你看另外一些 字典的翻譯的話 dolty and old-fashioned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老派 ok 所以 frumpy 過時的無魅力的 frumpy 好你也學到了 ok 所以這些oversize的話 他穿起來就會非常的 frumpy the only thing oversize I've managed to pull off is a pair of trip-like cargo pants 好這邊有個cargo pants 也可以學一下 ok 所以什麼是cargo pants 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cargo pants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描述它 這樣就叫做cargo pants 你知道cargo是貨倉的意思 所以好像搬貨工人的cargo pants ok 好 然後 所以這裡有ok 還有嗎 這個 看一下 所以他沒有辦法pull off the style 就是instagram baddie 我還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 所以 I learned something too 教學相長 所以 他說這個事實上是現在非常主流的 那我也可以理解 我找了一下instagram instagram baddie是什麼 你知道bad就不好的嗎 所以那種 instagram的壞女孩的形象 大概就叫做instagram baddie 所以給你看一下 instagram baddie 說真的 instagram baddie 大概照圖片看起來像是這些人 可是 有沒有人對這個詞有明確的定義呢 我找一下urban dictionary instagram baddie 他的定義事實上是不明的 你看稱讚的人一百六幾個 導戰的人兩百二十二個 所以這邊說的definition是 instagram baddie is another term for an instagram whore 那大家不同意 fine forget it 那有沒有別的 下面又有一個 試了define他 同意不同意的人數還是不多 而且這已經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總之啊 似乎不太有一個定論到底 instagram baddie是什麼 但我找出來的圖片至少是像這樣就是 你就可以想像主流的instagram的那種look 你大概就可以稱他為instagram baddie了吧 大概是 好anyway 所以這邊 解釋過一遍就好了 好 所以他說他太mainstream了 以及非常的cookie cutter 所以我大概懂他的意思 你只要有那種方式 像我也知道有些instagram的蹲法 有沒有 一些擺pose的方式 或拉遠一點讓腿很長 看起來那種look 那這個就很cookie cutter 就是cookie cutter 就是你知道 我們做cookie都做出一樣的樣子來 所以要是你說一件事情 cookie cutter的話 就是大家看起來都差不多 這樣子 ok so it's toocookie cutter for me personally but damn those girls are gorgeous 但他認為啊 這些女生看起來很棒 我也覺得我沒有辦法像起來看 像那個instagram那種帥哥一樣 像那種很大勁的T恤啊 然後留一個那種韓式的頭髮這些的 I just don't have that look ok so that's probably something that I cannot pull off 所以當然 but all the same they are very gorgeous maybe I disagree I don't know OK 我不見得是很同意他說的 好下一個 這個說的是low rise pants 事實上我實在不太很理解 為什麼這叫low rise 那我找給你看什麼叫low rise 其實簡單講就是低腰的啦 ok 我不太講 不太懂為什麼它叫rise 你看這低腰的褲子有沒有 擋很低的這樣子 rise是上身 既然是low了 為什麼還有rise呢 其實我就不能懂 但總之你懂就好 那有沒有high rise 有 高腰褲子 應該有流行過一陣子 甚至甚至到現在 到底是流行高腰還是低腰 我都搞不懂了 因為有時候看到兩種 我都覺得非常的fashionable OK 所以這邊也了解一下下 低腰高腰的 high rise 跟low rise 都可以 OK 那甚至low rise 也可以用在建築物上 所以我今天講說 low rise building 也是有的 有high rise building 所以打給你看 high rise 如果加一個building的話 是很OK的 high rise building 那麼low rise building 有啊 可能就是三四層樓的那種 low rise building 也是有的 OK 所以總之 拉高拉低 high rise low rise 都對 OK 所以low rise pants 他沒有辦法 my ass is escaping those fuckers come out or high water 好了 anyway 所以他說他沒有辦法駕馭他就是了 好 所以或許這個pull off 我們剛剛講到半道 如果我們講的是look方面的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說 這個東西是沒辦法駕馭的 OK 我無法駕馭這條 這條褲子 無法駕馭這雙靴子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cannot pull off 所以這個用法還不錯 好 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如果要回憶一下 就我們複習一下下的話 其實我很想要做複習的部分 so yeah OK 我們來一個複習時間好了 所以剛剛看過的 pull off 駕馭可以 辦到 cropped pants 剛剛講的七分褲幾分褲 OK 踩短一點點 但是上半身的那種 low肚臍的 我們卻不要把它加PED 你直接說crop top就可以了 酷 aesthetic 美學上的東西美觀的 high maintenance 你知道你的女朋友 花很多錢吃飯 花很多錢買包買什麼的 high maintenance 一個月花你幾萬塊 幾十萬不一定 好 剛剛看到一些blizzcon comiccon的這些事實上是conference 所以它的一些各種不同的博覽會 會議這些的 但是body conscious的body con 卻是對身體非常介意的 會顯露出身材的一種穿衣服的方式 所以我們也可以稱它為tight fitting so body conscious body con 大概懂 我把它打出來 body con OK 然後torso 剛剛講的是 它說它軀幹很大 所以body con的衣服 看起來會不是很好看 那它說剛剛講的這個極簡風是哪一種女人 你記得嗎 法國女人的極簡風 minimalist on point很到位 所以他們認為法國人的穿衣服的方式 都非常的on point cool OK很到位 然後flick剛講過 類似一樣的概念 high rise low rise 最後一個補充 高的低的 講的是褲腰上 高檔低檔 可以 然後或者是建築物也可以是 high rise building low rise building 好了到這裡OK了 我們成功的檢討完這一個 不錯不錯不錯 ready的這一個 有沒有什麼樣的 style 是你不能夠pull off的呢 I don't know ask yourself or we can talk about it in the comment section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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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